好那在這個時候呢 我還是要講一件事 最近錢康明報了這麼多高環料對不對 不代表錢康明是正義使者嗎 在我眼裡是狗咬狗一嘴毛利益分配沒分配好嗎 對不對為什麼 錢康明自己貼的臉書耶 他第一句什麼 3月13日他到指 3月30日就聯絡學弟妹來當跨年晚會主持人 可以這樣子喔 對啊那應該是標案包在裡面 你預算都沒通過 標都沒開 你可以先決定主持人是誰 那如果我可以決定主持人是誰 我可不可以決定唱歌的是誰 表演的是誰 我可不可以決定表演是誰 我可不可以決定燈光影響是誰 我可不可以決定場地在哪裡 這叫微標嘛叫內定嘛 叫違反採購法嘛叫圖利嘛 他還解釋 因為這個主持人要很早敲這次經驗 你學弟妹是吳宗憲跟林志玲是不是 是喔 吳宗憲林志玲也不能先決定啦 對 對不對 在我眼裡看起來 錢康明跟李宗廷在幹嘛 分這個大筆沒分成功嘛 錢康明跟李宗廷唯一的差別是什麼東西 鬥輸李宗廷了嘛 李宗廷會吹枕頭風嘛 對不對 他新竹落矮嘛 面首嘛 你當然鬥輸人家 我再問一個更深深深的問題 錢康明去當新竹 錢康明在幫高宏注水幫他寫歌曲的時候 高宏的那個攻擊擊案爆發了沒 爆發了嘛 他去當文化局局長的時候攻擊擊案爆發了沒 爆發了嘛 對不對 他也是共犯結構耶 他也是知道高宏安就是有問題的人 他自己爆料 李宗廷在立委時候 高宏安在立委的時候就叫李宗廷去喬事情 換句話他是不是早就知道李宗廷會喬事情 那為什麼還進小內閣 他覺得我跟李宗廷自己人不會喬到我頭上嘛 所以 錢康明也是共犯結構之一 現在在我眼裡 不是站在壞人的對地面就是好人耶 還有最奇怪的事情 錢康明跟高宏兩個罵來罵去對不對 吵一吵去吵到現在 有沒有互告有沒有去告對方 沒有啊 怪了 我的人生經驗裡面 只有黑吃黑財不敢報警嘛 對不對 學會可以證明啊 抱歉不好意思 解他帶我剛剛販毒被人家藏走毒品 神經病 錢康明說不是因為我們是朋友 朋友不要亂告講道理就好 對不對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都是很荒唐的嘛 可是沒有關係狗咬狗我們就看戲 看戲就可以挖出更多新主社大密保 這件事情對政治是好事 但是柯文哲也講啦 李中庭甘政這算什麼 陳佩奇也常常跟我討論事情啊 而且還說 我現在還在思考黨內要定規範 親人公務上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 天啊 看到李中庭做的事情還要想一想 什麼可以做什麼不能做嗎 我覺得柯文哲你退選好了啦 親人甘政什麼事都不能做 沒有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 什麼事都不能做 而且他明知道李中庭在介入的程度 跟這個陳佩琪去跟你睡睡念是不一樣的 李中庭是本人去喬耶 是 如正清零耶 玉錢帶刀行走示威 這不一樣的嘛 柯文哲到現在他在講這話你退選算了啦 沒有關係他這樣講下去他民調就繼續掉 我隨便他連勤業重信被踢爆 幫柯文哲做第三方監督平台的時候 嚇死了 嚇死了 13號簽約14號毀約 他說不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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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跑阿胖浪槓對不對 這沒有什麼好講的嘛 你柯文哲現在誰沾到你對不對 就跟沾到一坨叉叉一樣 就很煩嘛 體驗重信這個事情我坦白講 我要幫體驗重信講句話 柯文哲是在複製五月天Keyboard手事件 在複製蔡依林舞群事件嘛 他之前要講五月天Keyboard手就是 五月天Keyboard手來幫我辦 那個伴奏意思什麼 五月天粉絲 連五月天都挺我呢 對不對 蔡依林的舞群幫我辦 欸蔡依林的粉絲對不對 連蔡依林都挺我耶 一樣嘛 企業重信 了解企業重信嗎 這麼厲害的公司 來幫我掃黑 對不對 你們還不相信 企業重信好好一個大公司 真的 變成柯文哲的遮羞部 而且企業重信也沒想到 柯文哲會公開欸 對不對 他只想說反正你需要什麼 服我提供嘛 就你把他拿出來當遮羞部嘛 對不對 有夠衰 夠衰 所以企業重信就不要了嘛 欸 他隨便都是跨國企業併購欸 本土企業併購他們都不見得看得上眼 他賺你民眾黨多少錢 還叫他去查高鴻安 對啊 你就叫CIA就好了嘛 民眾黨這種等級的 我覺得很難啦 要CIA這種潛伏這種 然後呢民眾黨朋友還在那邊硬拗 喔其實東西有偵查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能力 他是金融偵查 不是犯罪偵查欸 所以柯文哲都不理他 我 可以